兩年前的今天 我在台南大學 開了一場音樂會 跟我的媽媽一起 那場演出的標題就叫 母親教我的歌 然後 我演奏了各位接下來 會聽到的 這首曲子 怡玄說他今天 這場音樂會就是 受到我的啟發 我覺得實在實在太愛說 我講這件事情 但是他堅持就是 我一定要跟各位分享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也許是因為 那個時候 剛好他的孩子剛出生 三個月 所以剛剛媽媽的他 可能聽到 那個曲子就更有感觸 然後 那所以那時候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說因為我的關係 所以他希望我可以來 幫他介紹 那我就說好啊 結果後來很神奇 就是他告訴我 音樂會日期的時候 我就說欸 是同一天欸 就是我兩年前在台南大學 音樂會也是9月11號 真的是很有緣 因為其實我們 開音樂會就知道說 你有時候因為檔期的關係 並不是你要哪一天開 你就可以拿到那一天的日期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奇妙 這首母親教我的歌 出自德國雜客的吉普賽歌曲集 大家對德國雜客的認識 可能最多是他的新世界交響曲 這個是他最有名的作品 嗯 OK 那母親教我的歌呢 正是在這個歌曲集裡面的其中一首 那他是 本來的歌詞是捷克文 因為德國雜客是波西亞捷克文 然後呢 我們現在聽到這個版本 就是前面那位小提琴家 克萊斯二在1914年 改編的小提琴版本 那這首曲子呢 也隨著他的巡回 就是傳播到全世界 那他因為很好聽 所以他還有很多版本 就是小提琴 大提琴的也有 管弦的也有 合唱也有 但是流傳最廣的是 這一個小提琴的版本 那就是 這首曲子也是 我的貓最喜歡的曲子 就是他會跟著 旋律裡面的滑音一起瞄 然後這是我在閒聊的時候 提到的小事 但是怡玄也覺得 我應該要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個滑音 他這個曲子真的非常的動人 然後我非常的喜歡 那就 大家應該現在對這首曲子 充滿期待吧 那我們大家一起來欣賞吧 我還是要破壞 那一起來 我還是要破壞